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看我這森裝束 馬鞋、馬刺、馬鞭、馬褲、騎士帽 這些型頭的主要主要要講的 這一系列我就要講關於騎馬、騎兵跟馬戰這個主題 我在進行我們這個里長的時候 我曾經有提出來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水上救生、游泳、帆船、風浪板 這邊還有風浪板 然後還有騎馬運動、飛行傘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文藝活動 那有的人講說我為什麼要秀這些照片 而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體育場 還有體育館 還有其他的這個還有大草坪 有這麼多的活動空間 你為什麼不介紹球類 比如說排球、網球、籃球等等等 我說那些東西太基本 因為那些球類運動 我的孩子 我自己在家家裡 我的孩子 我從小的時候我父親 我父親是個軍醫官 帶著我們全家人一起打羽毛球 那時候羽毛球拍子是木頭的 是外銷打回來的 那我爸一看到人家在街上賣 就把他賣回來了 建成文化大部分人都想打麻將嘛 這些靜態的 而我父親 我們家不打麻將的 不賭博 我父親親手帶我們打羽毛球 他的球技當然是普通了 所以我的球技更糟糕 那我不會的部分 包括乒乓球、排球等等 我後來都逐步補足 因為我的孩子 任何一項運動 我都要他去嘗試 所以我剛剛講 你可以講得出來的球類 我家裡全有 包括保齡球、包括撞球 我的女兒也會帶他去打撞球 這些東西 運動沒有好壞 他只是讓你開過眼界 讓你去那個 但是我這上面只提到的這些東西 因為都是有危險性 為什麼要把危險性的放在這裡 這是因為我們這裡是一個海軍的眷村 居然是一個危險的行業 他不是躺在那邊幹的 所以我就特別強調就是說 一定要從小培養到冒險 犯難的精神 這是我一再強調的 那我最近我讀了很多 很多的這個老人的這個 很多老人的那個回憶錄 都是他們在臨終之前寫的一些書 其中有一本是叫做張傳世先生 他是一個山東人 他是一個流亡學生 從山東地區來台灣的流亡學生 他當時在澎湖地區 然後他們後來他就 後來他就他歷經很多 他後來他讀了那個 那個陸軍的軍官學校 就是在鳳山的 他是炮科 那因為炮科也要學騎馬 那他的書裡面就有講到說 他有個同學 他有個同學就是在這個 壯之未愁生先死 他這一章是這樣講的 他有個同學是那個 叫做 樂華 樂華歐先生 樂是那個音樂的樂 樂 那之前可能念樂 樂華針 他說他的那個同學裡面 因為在參加大便壺的水馬演習 你不會游泳跌落馬下被水溺死 這是白紙黑字上印出來的 這人的這個 這位老先生的回憶錄上面講的 這個事實 所以我就 這一點讓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 大便壺聽說淹死不少騎兵 那這個部分我就特別特別的留意 因為我剛剛講過 不管是你飛行游泳 或者是騎馬 這都有都是一些都涉及到危險 他的危險性很高 因此 我最近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也40多年前的一些童年玩伴 就跟我聯絡 就說 唉唷 他說我還在騎馬 我說當然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這個對我獲益很多 所以我繼續騎馬 然後我還邀請大家來騎馬 他們就搖頭說 不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他那個體力不行了 糖尿病什麼都出來了 那但是呢 他特別講說 40多年前我帶他去騎的那一次馬 他到現在都還記得怎麼樣打浪怎麼樣 他為什麼騎這麼清楚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凡是我帶人去參加這種 有危險性的運動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 我一定會不厭其煩的把所有的藥 通通讓他知道 然後讓他附送 他OK之後我們才上馬才下水 才飛行 所以這些活動裡面 他40多年 他這一輩子也就騎的那一次馬 在台南虎頭杯 然後那個他就記得這麼清楚 有的人會講說他是不是記憶超好 不是 是因為我一直不斷的 反覆的強調 危險性 所以那個動作 他必須達到 不能達到 不要上馬 任何危險操作都很重視 SOP就是 那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就是標準作業程序 這是很重要 也就是所謂超點 你一定要很元首之後 才能夠去去從事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 在我的政界裡面 有推行那個 看得懂的人就懂了 看不懂的人 永遠看不懂 因為他永遠不會去參加這種 有危險性的活動 所以他也不適宜從軍 我們國家的軍人 必須要懂得冒險犯難 有這樣的精神 有這樣的體能 有這樣的智力 有這樣的反應的人 才適合從軍 這是我第一階段 我介紹一下 騎馬運動 他的好處在哪裡 然後我再順便再介紹一下 我們的裝備 這個很優美的線條的 這個帽子 這是騎士帽 在這個畫裡面有 英國式的騎士帽 那個騎裝 還有那個馬褲 這是國軍的馬褲 這是我以前的 塑國井城的馬褲 還在這裡 然後馬靴 我現在穿的這個馬靴 馬翅 這都需要定做 那這個馬褲 我現在連這個 膝蓋這裡都穿不上來 當時我 當時我的腰身 比現在大概 小了一倍多吧 這也是一個 實不而語啊 但是衣袋見寬 中不回 也不會誰消得人憔悴 以上是我的 初步介紹一下 馬術跟我 馬術給我的 藝術 我希望推廣給各位 如果各位有興趣 還可以去看看我的那個 馬邊大拳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邀請大家來 左營騎馬 的那些影片 謝謝各位 暫時介紹大詞